接著我們請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集團主席王維基先生發言 多謝主席,多謝各位的議員 我想就著發不發牌,為何不發牌 我想過往這二十天和過往這十幾個小時 我想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argument出來 我不再重複了 在這裏我跟大家分享三樣東西 因為最近我都比較多去一些大學裏 是跟一些同學去分享我這個痛苦的經歷 同學通常都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香港還是不是一個適合創業的地方 我介紹了他們看一本書 那本書的第一百一十四頁的作者是這樣寫的 香港崇尚競爭 香港人也接受優勝劣敗的遊戲規則 因為優勝劣敗推動社會的進步 作者也這樣說 在一百一十五頁裏面說 香港社會重視自食其力 更加推崇白手興家的成功人士 很多人問我究竟我們的死因是甚麼 為何我們要不斷去追問 同一本書的作者在第一百四十二頁 當他講到金融中心的時候 他是這樣寫的 即使香港在規模和實力上是世界第三 排在紐約和倫敦之後 我們也應該問清楚 學生在全班考第三 分數如何呢 有沒有一些科目不合格呢 最後同學們經常問我 Ricky 你會不會放棄 再一次我用同一本書的第四十七頁 那本書是這樣寫的 香港人可愛之處 就是黑苦內勞鬥志高 但這點可愛不應磨滅夢想 我們如果有共同的夢 就要共同去追尋 首先就是要正視現實和面對現實 然後集思廣益尋求破題的方案 這本書的名稱叫做 《如果是你的子女》 作者是我們的特首梁振英先生 我希望我會繼續和我的團隊繼續 好像梁振英先生所說的 我們一直去追尋這個香港的夢 請問一下 甚麼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